Hello 大家好 我是水蜜 我今天就在家 今天没有出去 昨天回来太晚了 然后刚睡醒 睡醒就出去找公婆了 想跟他们谈一下事情 然后没看见人 等会他们回来 不知道去哪了 等他们回来 等会跟他们说一下 爸 你们回来了 回来了 出来是水果 原来你和妈妈去买水果了 对 我不是今天搞活动吗 我刚才睡醒出来 就没看见你们 这什么 桃啊 桃子 现在是桃子季节吗 是啊 现在新鲜的桃子嘛 芒果 这个橙子是夏圣 就是夏圣的橙子 所以它带一张青色的 哦 这是菜 这是菜 哇 这南瓜这么大 哇 这南瓜也太大了吧 咱家的南瓜这么大 哈哈 这么长 这还是一般的 不是太大的 啊 嗯 这这里的还小 哦 这都是菜的 啊 想吃点橙子呢 这个橙子 洗一下 不知道呀 在一片子还有新鲜的 哦 哦 我现在也有橙子 不是这种药 哦 那个我 我刚才想跟你们说 说点事情 说吧 好想解释吧 好想解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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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呃就是 买房的那个嘛 这个手续办下来了 因为我们买这房 就是分期付款的嘛 不是全款的哦 哈哈哈 所以呢 我们是要办那个贷款嘛 叫房贷嘛 哦 然后这个是要等银行 呃 呃 他们统议给我们贷 我们才可以 呃 然后才能过户的嘛 是这样的 这我不知道 没办法吗 昨天他们通知说已经办好了 好消息 真的 等太久了 没想到在这边办个手续这么 我不知道其他的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这边的办事效果还是挺高的 但是真的 这是我觉得好吗 反正在这边 是 是 是 时间不断了 对呀 关键 关键这些他们还需要调查 调查他们那边 我们这边是吧 房子有没有低压了 是吗 太阔大了 不是说也需要这么长时间的 反正这没办过这种事 你们也没办过 感觉是时间长 但是说 差不多一个月了 差不多一个月了 不少了呀吧 差不多一个月了 哈哈 一个月啊 嗯 然后 然后 关键是我的那个东西嘛 我都要 要翻译 要共证那个 然后人家还是要什么英语 然后要翻译成中文 但是我们那个领事馆是不允许 就是他们 还 是不能翻译成中文的 我这个名字嘛 对 所以呢 那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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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就要求中文 就是扯来扯去 就实际上还是比较 就是比较麻烦了 反正 最后 现在已经弄好了 哈哈哈 你要这样算算了 时间也不差 那也差不多一个月了 那如果说 我 我不是外国人 我是中国人 估计也一两周 是吧 对啊 你关键 你还要去那边办 有些手续还是从越南过来的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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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有 就在中国 越南租中国大使馆 在这里办就行了 也没有说要跑去越南的 没有啊 没有从那边发过来 没有 对啊 嗯 总算 搞定了 嗯 我还担心咱 咱这边要是 关不了 这个房子还 退不了 嗯 退不了 你一定跟人家说了 再跟我工作也辞了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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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没关系 反正怎么呢 这个房子 我们已经交了押金各种的了 不算是可以 可以跟得上 希望 希望 因为现在也快五月底了嘛 希望 五月底之前 今天都二十四号 嗯 二十几来到 哈哈哈 就剩几天 然后 银行那边他说不是下周嘛 下周就是可以过户 就是在等那个 呃房东嘛 嗯 再等他们过来 因为他们是 什么湖 湖南人 湖南人 哦 他们就是湖 湖北还是湖南人来的 湖北 哦 对 就等他们过来 我们这边就随时 等他们过来就可以了 那那过两天就要 哦 好吧 软的 熟了吗 熟了 好鲜 这个 嗯